方舟船长选举 第一话 罗亚死了 罗亚死了 方舟启航后的第七日 罗亚死了 毕竟是六百多岁的老人家 早前还努心努力建造方舟 而且罗亚的家人也不肯和他上船 罗亚难免伤心寂寞 果然 看航没多久就撑不住了 但是 现在方舟没有了那 那这艘船要怎么办 方舟又要何去何从 方舟上面的动物都没主意 方船大乱 毕竟 上船的动物 本来就不知道这艘方舟要舍去哪里 他们全部都糊里糊涂就上船 起初他们只是知道罗亚 因为罗亚在森林砍了很多树 又不知道他们还要做 后来才知道原来起了大船 大船做好了 罗亚就开始在森林 请了不同的动物上船 罗亚都没说得很清楚 只是说大水要来 说有个上帝的家伙 觉得地球太骯髒了 就需要洪水清洗一下 罗亚还说了大堆什么罪业 天航 构熟 没有几只动物听得明白 有些人知道半解 有些人知道在船上有得吃东西 于是就当作去旅行 当大家上船之后 天就开始下雨 洪水果然就要来 森林被淹没了 连大地都淹没了 方舟浮起了 放眼看一块绿地都见不到 四周围都是无尽的汪洋 海天交接 森林消失了 大家的家园都消失了 整片大地都消失了 原来这些就是洪水 可是家园没了 森林没了 大家要怎么下船 大家要去哪里 放舟的目的地是哪里 向着某个方向航行 应该还有另一片大地了吧 这一切只要罗亚知道 但是罗亚现在死了 罗亚什么都没说 就死了 那么 方舟应该去哪里呢 船上还有食物 但是 食物又介了大家吃多久呢 应该怎么分配呢 又由谁分配呢 做事呢 谁负责掌座啊 还有谁负责清洁啊 之前这一切都是由罗亚降了就算 因为这一艘都是罗亚的船 但是罗亚现在死了 什么都没说就死了 这架船 现在连一个人类都没有 当大家开始起争执的问题 最首先的 就是说怎么分配食 因为不知道还要漂流多久 开始有动物就担心食物储备的问题了 主要是投诉的是西牛 老虎和狮子他们太多了 大家开始争吵起来 眼汗马上就会变成打斗 变回好像以前森林的老日子那样 在红姓烏鸦的发言 令到冲突没有即时发生 但却令到方舟陷入更加漫长 更加消耗的争斗之中 红烏鸦 我们需要新的船长 红狮子 船长 没错 就是这个领导 这家方舟的领导 需要有谁来对待蓝 帮大家分配工作 帮大家分配食物 指引这艘船去寻找新的陆帝 对啊 马拉就说了 施马 那谁知道哪里的陆帝 红烏 对了 红烏 好啊 不好意思 那我们一起再想一个办法 如果没有了领袖 那方舟都航行不了多久 大家就会开始抢夺这个食物 大家就会互相残杀 就会变成像森林那样的了 红狮子冷笑 哈哈哈哈 就像森林那时候一样 大家来争夺食物 那有什么不好啊 红烏鸭 当然啦 在深游里面 有谁打得过你啊 但是这里又不是森林 如果你把大家都吃了 那谁让你这条船走啊啊 你一生都可能是飘浮着 永远都上不了我啊 似乎我都附和着丈夫 是呀 大家都知道 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面啊 不能够争夺啊 这都是大家上船之前 就在乱丫的啊 虽然罗亚死了 但是我们要打起来 对谁都没有好处啊 红狮子姐冷冷的哼了一声 没有反驳 红狐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谁来做领导啊 红烏 绝对不可以被肉食动物做渣烏的 现在他们太危险了 万一船上面的粮食吃青光了 就会找我们做食物的了 红红猫 哈 也有些不捏杀的肉食动物的嘛 比起你们这些臭肉啊 我们更不喜欢吃卓叶啊 似乎啊 那都没办法保证的啊 一旦你们饿坏了啊 谁知道你们会做出什么来啊 红猎狗 难道给你们这些草食动物来做船长 就保证到肉食动物不会猎杀了吗 草食动物阻止到我们理智了吗 红河猫 哦 那不如就等我来做船长吧 我又不吃肉 肉食动物都杀不到我 它们咬不出我的皮 红猎狗 啊 你杀不到你 那就要试过才知道啊 红猎狗 红猎狗 我们上船的时候 没答应了狼啊 不再争斗你吗 嗯 怎么搞的 又是打起上来的 红猎狗 你什么时候答应过的 你上船又记得一件事吗 有fact check过吗 红猎狗 啊 我不记得着 不过刚才 胡亚都说过了 应该有这回事吧 红猎狗忽然飞来 在半空一边盘船 里面在说 啊 总之啊 大家 哪个人做船长呢 大家都各有意见 是不是啊 那不如 唯一 就只剩下一个方法 啊 大家都希望 大家都看着半空里面 盘船的猎狗 头在那边放 没机会 就觉得自己云陀陀 但是红猎狗 还没宣布那个唯一的办法 红猎狗 故意飞多几个圈 令到大家的头脑 都在那混下混下 混混恶恶的 才停下 状态地宣告 我们来投票啦 那我们就可以选出 方舟的船长啦 方舟上面漫长的政治斗争 由此开始 方舟船长选举 第一话 语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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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